追踪第一线 现场连线的是TVBS国际新闻评论员于文奇 文奇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首先请教的是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就表示 在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出路之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和乌克兰和谈 但如果由美国的前总统川普胜选的话 这有没有可能颠覆西方对基辅的支持 在这里就想请教文奇的看法 是 我们先说一下 大家会担心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主要是因为现在国会 尤其是共和党多数的众议院 不愿意继续以大笔的预算来支持乌克兰 我们看到拜登政府是希望国会通过紧急国防预算 其中1060亿美金当中 是包括了600亿是要给乌克兰的国防补助 拜登近日的口风已经改成说 这些补助其实都是受贿美国人的 因为这些武器和弹药都是在美国制造的 尤其是在亚利桑那州 宾州 俄亥州 还有德州 就像是二次大战的时候 美国人生产制造的武器和飞弹 都是在帮助建设全球的民主自由国家 但是共和党一直不愿意通过给乌克兰的预算 还希望能够用更改移民法案来做协商 但是民主党也表示他们不愿意妥协 在拜登如此支持乌克兰的情况下 都遇到这么大的困难 更不要说川普了 川普是共和党背后非常不支持 乌克兰的幕后操纵者 因此大家的确是非常的担心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说 普京的盘算就是要撑到 至少明年美国总统大选 因为川普胜算还是蛮高的 至于其他国家的情况 像是以色列和台湾可能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川普和共和党对以色列的支持 是非常坚定的 对台湾来说的话 听说川普在当总统的时候 一向都不愿意支持军售台湾 虽然说共和党一般来说是非常支持台湾的 所以变数还是有一些的 另外还想要关注的是 美国延误交付台湾采购军备 这个问题还是持续受到关注 明年才会分批抵台 但同时也会有114名官兵赴美受训 对于台湾的军售还有人才训练都陆续到位 这是不是意味着美方是仍然关注着印太区域的安全问题 时间继续交给温奇 当然是非常重视印太的安全 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紧急国防的预算里面 就包括了要给台湾和印太地区的支持 虽然说因为乌克兰的战事 让一些像是坦克交付延迟 但是美国对台湾国防的关注并没有减少 相反的因为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事 反而让一些原来就很担心台海情势的共和党员 大喊说要帮助台湾防御中国 因为担心中国会趁机来入侵台湾 但是从最根本的问题来看 就是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不像是俄罗斯 或是中东问题这么的紧急 但是是更具有长远性的影响 只是在大部分人只看眼前处理紧急情况为优先之下 又没有直接的台海战事的时候 就可能不会认为这是最紧急的议题 但并不表示这不重要 好 我们谢谢文琦今天分享您的看法 谢谢 谢谢